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个 你看这是啥 咱家张康的微博连载上报纸了 我说呢 这小子一边护理我一边拿手机 这发的就是微博 我看看 我看他写的什么 老爸是我心中的偶像 他就是一个打不死的零七 黑我成零零七 有时惹你生气 你脚下的大皮鞋头 经常在我的臀部上接吻 有时候还挺疼 但我还是爱你 爱我心中的偶像 我心中的大英雄 你真想 张琳 你怎么在这儿 我去网吧找你 看你不在 我看你一定来医院了 上车吧 送你回去 我看你告示牌都死了 网吧不往外转了 小倩就有钱了 看来小倩的服装店真的赚钱了 万山 无论如何我都得谢谢你 谢我干嘛呀 我又没帮上什么忙 车快没油了 前面正好是加油站 加点油 先生您好 您好 加200块钱的油 9号箱请你里边付款 您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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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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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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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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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3号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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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床号床号 3号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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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床号床号床号 3号床号床号 3号床号 3号床号 3号床号床号 3号床号床号床号 3号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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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 3号床号床号床号 不管我们穿不穿景色 我们头顶着神圣的国徽 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心 我们都是一群有病的人 什么病啊 职业病 有时候啊 我们一见到别人就爱 问这问那问东问西 有时候我们还怀疑别人说话的真实性 这的确让人非常反感 这算什么呢 这是一心病 在单位里啊 经常会有警情传来 弄得我们连饭都吃不上 我们的手机得24小时开机 正因为不能保证正常的吃饭 我们的同事几乎人人都有胃病 现在我也快成夜帽子了 睡觉呢很少 经常不能回家 许多晚上就在夜深人静你睡得正香的时候 床头的电话响了 案子来了 你就得立刻起床 开始不停地奔波 同学们 我们这么做是为什么呀 谁能理解我们的苦我们的累 我们的孤独我们的寂寞 还有呢随时都伴随着我们身边的高度危险 从今天起 你们在刑警的岗位上都会经常遇到生与死的考验 就连工作之余陪家人在外的时候也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这是一个刑警的职业反应 而作为一个普通人是不会有这种反应 刑警的工作具有高度的危险性 劳累性 枯燥性和时间不规律性 说到这里呢 我要送给大家一段话 咱们警察呀就好比是一只猫 要做就做一只有功夫 能抓老鼠 别做那些个蚕毛懒毛 不要当宠物 人民养育了咱们 党和国家培养咱们 只要这些耗子坑咱国家祸害咱老百姓 刑警就上水咬死了 勇往直前别怕 咱们刑警命都大 因为咱们是有九条命的猫 同学们 说刚才这段话的是一位 平凡朴实的人民警察 他现在 就坐在教室的后面 现在让我们 向他致敬 全体起立 小庄 敬礼 是 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关妻子苦与泪 不关爹娘饮花香 不顾儿女也有笑 不顾情人在冰糖 啊 我是经常 啊 我是经常 这地安康是我永远的情况 啊 我是经常 不过繁荣是我最好的报答 是我最好的报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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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